補充一下 針對剛剛他們公司代表一直講說 現在是有一些糾紛在司法訴訟之中 但是最後到底是怎麼樣 那個只是法律程式 跟我們組織局長這邊有什麼關係 我想剛剛社會局的副局長 他的說明已經非常的完整 就是說其餘的那些不管是在行政法院的訴訟 或者是另外他們再開的一些仲裁的那方面的處理 其實目前都是在於程序上的 就是可能就一些行政程序上的一些處理而已 所以其實並沒有影響到我們這個實質 跟這個土地的這個相關的權署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法律局就此 因為是跟那個法律有關 跟官司有關 那麼這個就是都委會就是要參照 就是法律主管單位的解釋 那這個如果說是我們這裡怎麼通過 那將來那個法律上說是不對 那都可以撤銷的嘛 現在這個 事實上很多案例都是這樣子嘛 最高法院他是撤銷行政處分嘛 那這個我想是不是就這樣 還有就是那個 我們社會局 這裡我稍微 我是覺得可能有些東西也讓市民造成誤警 將來這個基地上面你們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你稍微有個粗略的那個模型 開始就是要去溝通 比如說你到底是 所有的這個 你剛剛講說是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是在一棟這個垂直的 還是說你想要說蓋三棟 那就其中有一棟 可能就是所有的這些社福啊圖書館什麼東西啊 可能就集中到那一邊 然後那個住宅的部分啊 就單獨就是旁邊兩三棟嘛 你現在給人家一個講法好像是 就是一根塔 然後那根塔就什麼五花八門通出來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你們氣化的時候 就盡量避免大家這個關懷的嘛 這這一點 是跟像 是 向委員報告一下 那麼 這裡的 相關的規劃 我們當然現在正在進行中 就是配置的方式 那麼基本上的配置的原理 就是說 居住只要是涉及居住 那基本上是所有的人 其實是沒有那個分人的等地的 就是它是大家通通都在住宅裡頭 那麼相關的服務設施是 相關的服務設施呢 按照它的需要 而配置它的那個整個 相互之間的關係 來配置它的整個建築的 那個 就是 配置在一起 或是有一些稍微要 那個 就是這裡頭 將來哪些機構是比較相關聯的 我們就會讓它儘可能在一起 那哪些機構是比較 同時要服務社區居民的 我們就會讓它中間能夠是 做一些銜接 就是有些融合的機構 那個空間 謝謝 就是要把議員啊 居民的那個擔憂 他們很可能就是都混在一起 那比如說我住在上面 結果我電梯 進來的時候 通通這個 有的要這個下面的那些工人 要跟它菜騎啊 那當然這個住宅大家都不喜歡嘛 那你不是只有一棟嘛 你有好幾棟嘛 那就分開 住宅就比較單純 他只要走到隔壁洞 就有圖書館 就有什麼 所以這個各位那個市民 這個東西將來都是在規劃的 都不是我們都市 就要委員會現在 因為我不是那個行政單位 那我現在也不想去討論 因為這討論就沒完沒了 不過大家的聲音就是你們 就是要蓋回去 這有什麼 這很多很多處置 很多方案 好不好 那個都是後階段 不是我們都委會 這個可以討論 不過這個問題在這裡被反映出來 就等於先期收到大家的訊息了嘛 好不好 那下面我們趕快這個 把它進行完畢 那個